好,大致上,首先讲了新的想法 现在我们就去到今天接近,开始今天接近的广告 主要是我们这个Nectural Things 抄不切就不紧,但这个文件已经旧了 我准备这个已经讲了时,我已经印了出来 在旁边加了一些新的字,有些改了 所以这个文件有些根本都不懂得当,有些是不够 好,我们用回自然的名字,即是自然的整存 但我们讲有些东西是自然的东西 但现在自然的东西,其实是什麽呢 现在根据自然的想法是生 生,OK,然后用个生化,所以即是自然东西 这个交纵会不会是自然东西呢 这个它会自己生,自己变,自己变 但我这个是不是呢 我这个是生生老病死的嘛 是不是 人啊,动物啊,狗啊,狗啊,静物啊,对吧 但是呢,这个又回到古人之后了 那我们现在反而叫自然现象那些东西呢 它是天道语我们叫自然现象,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反而现在我们现代都想法 就是这些是物理学义研究的嘛,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现在反过来,那些东西不是生的嘛 那些跟生命无关,是不是 跟生无关,OK 但是古希腊人呢,觉得这些都是生巧是生的 因为这些呢,是奠基于更为基本的 那些是我们叫在生化领域里面出现的东西 那些就是前人之后加讲的,是什么 这个,这个印勾思想就有四个嘛 我们中国思想有五个的五行 金木水光土,是不是 是,印勾思想有四个,是什么 风火水雷 没有,没有,没有,水火一定有啦 水火,跟着就是这个气 气和地,即是地,没错,金木水土,土一土 土,OK,水火,风土,OK,风火水土 那这些叫做element,element就是字母的意思 古人思考就很具体,就是这些字要从字母构成的 那这些文化都要有些,好像字母那样 当成为一个字的话,原来它有些字母的 好,水火风土,那现在就说啦 阿里斯多奇就认为,自然的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叫做自然,OK 就是这些生物,植物,生物,生物,生物 生物里面有动物,有植物,是不是 甚至我们也叫死物那些,但那些我们叫自然那些 这些是死物,这些是胶瓶,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自然里面,不会自己爆那些胶瓶出来 OK,好了,但是它自然里面就有石头,一块岩石 有这些海浪,有落雨,有这些东西 他们就说这些都是数珠最基本的原素 好,水火风土,它说水火风土这些都是自然的,OK 那自然和非自然的,非自然的就是什么 就是工艺了,OK 就是这个技艺了,OK 就是这个技艺了 所以工艺就是师音或是craft art,craft,OK 是Nature 好了,现在阿里蘇都要他们界定有什么 Nature OK,Nature是一个意思就是整全 就其是生然,生然变化,生然变化。 现在我们除了整全讲,可以一个个别讲, 怎叫一个最大的差别, 交瞬和刚才讲的那些,我们讲的最后一遍。 我试试对我讲,一个Think by Nature,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真的有限, 比如Angus跟我学过小古希腊之学, 这些东西讲的重复点,又圆满点, 但可能大家如果未听过这些阿级, 所以太多都支持不住。 古希腊文,其实很多时候都用形容词做名词, 有些词性办法算了,我们现在就跟你讲, 叫做Unnatural Think,Think by Nature, 不如要知道,在古希腊文里面, 基本上不用Think这个字,ok? 他只知道Unnatural, 但古希腊文这个阿的字都没有, 是Natural,ok? 但是形容词,这也有名词。 这也有есп vida不语, 所以我又要用一种塑包, 现在诱词咐, 诱语字词的小顷尔角色。 因为我看得觉得不提认, 是需要的话, 噢 尤其是颜色。 这些最大的猜猜是什么 这是最大的猜猜猜是什么 这些猜猜和一朵花 这些东西是在其自身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始源 这个我们现在用现代翻译先 自然抹 算了 我们利用一下文件 虽然我的文件已经是最update 有些是不准够的 有些补充 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粗体 A natural thing is a thing that has within itself a principle of motion change and the rest stasis in place will decay or in characteristics 这个字文就是在自身有一个principle 这个是archae archae是翻译文 pinkipian 我们以后讲原理 这些原理就是一个命题 一个思想 不是一个开始 它的意思就是开始 这个是运动 其实Motion 我们中文是说动 change 是说变 其实两句应该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阿里斯特的视为 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 两个字互用 所以有时用Motion的场合 我们用现代人的想法 好像用change 合适一点 但是对阿里斯特的视为 基本上可以互通 它认为互通当然有个理由 这就是结合它对相关科技的互通 我们才知道为何 待会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少少 去提供理由 为何它会通 好了 至于artificial thinker technically made thinker 就是没有这种innate principle 是一朵花 一朵花 一朵花就不可以位置转动 它只在原位 但是它要生长 OK 那动物就是除了生长 就可以位置转动 转移 是吧 好了 这些都是动来的 总之说 一个自然物 它自身在内部有一个 动静之齿 OK 动静之原 这个是人造物 这个是工艺品 没有 这些学家讲话 其实很仔细 不过好像全部 那么多仔细讲 可能你会有些头云 OK 有些它本身不是自然物 但不是a thing by nature but a 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它意思是什么 火就是自然物 但是火有些情形 就是它一定会向上升的 upward in practice 你对古器人说 你讲得出的就是一个b形 所以 向上升 火向上升 也是一个b形 但是火向上升的b形 它是依附于火 OK 所以这种火向上升 就叫做a 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OK 这些是技术性的 而你想这样去界定的nature 它事实上后闻自己都不一定这样用的 自己往往讲natural thing的时候都包括了 不知是火 是火向上升的natural thing OK 这是技术性的问题 OK Now